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的一年 政府工作报告的涉台内容阐述了当前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 原则立场和目标任务 对做好今年的对台工作指明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台海形势是总体趋景 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督挑衅 但是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 不可阻挡大势是更加的清晰 我们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和党中央对台决策部署 坚决的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 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勇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不断地完善同台包台起 分享发展机遇和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 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和心灵契合 不断地汇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强大正能量 同时我们将树脑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 坚决地战胜前进路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干涉 扎实地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希望广大的台湾同胞看清时和事 认清利和害 辨别真和伪 坚决地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与大陆同胞合中共济团结向前 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共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